最热门的新闻 最深入的探讨 焦点探索 会持续发酵 此外还有哪些关注焦点 那么继昨天邀请到中国时报 大陆新闻中心主任聂俊伟 那么帮我们做一些整理跟解析之后 今天继续邀请他来前瞻 未来可能的发展 非常欢迎聂主任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好 好我们如果说从时间 一个顺序来看的话 我记得在去年二月的时候 我们陆委会主委王玉琪 有前往中国大陆访问 那么这也算是两岸过去65年来 那么开启就是主管两岸事务的官员 最高层级的互访 第一次见面 是是是 那么大家也解读 这是两岸一个互动机制 可能会形成一个制度化 那么在前阵子呢 就是王主委也在立法院备巡的时候 在立委追问之下说 今年有没有可能再前往大陆访问 他非常审慎的回答说 应该还会去中国大陆 那么如果就两岸的互动来看的话 去年是有一些小破烂 今天来看的话 这样的制度化的一个互动 应该还会持续吗 会会会 这肯定会持续 因为其实就是在二月 就是他们在南京会之后 其实后来两岸发生了很多大的事件 包括318学运 就台湾的318学运 那原本其实王玉琪 是四月要回访台湾的 那就是因为这个太阳化学运 让这个狗来办主任张志军 回访台湾一直延到六月采成型 那六月之后又发生 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张显耀案 很多对两岸都是造成一些负面的冲击 那所以到后来的时候 双方很不容易还是在10月的APEC 就是张志军又跟王玉琪又见面 而且这个是已经他们从2012年10月 在印尼的APEC见面以来 两个人的第六次的会面 那其实他们双方就有提到 张志军就是说双方 就是说维系这个制度很不容易 所以一定要继续建立下去 就是所谓的两岸高层领导人的会面 跟常态沟通的一个机制一定会建立 所以这个今年呢 我相信这个王玉琪 大概应该是很有机会再去大陆 那张志军又很有可能 就是说再来台湾 那我更正确就是说 应该是国家来办主任 应该会来自台湾 那陆委会主委会去 因为南保他们职务 可能会有一些更换这样子 预待玄机植物会有更换 大概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目前看来 其实目前看来就还是张显耀案 那因为当时那个 陆委会主委王玉琪 他说如果最后证实这个张显耀 他是无罪的话 那他会下台负责吗 那如果说最后张显耀 他可能是不起诉 那这个可能他就必须要面临 他自己要履行他的政治的承诺 然后加上说双方的 见面当然很重要 可是在两岸的里面 其实还是很多 很不确定的因素在里面 好 那么至于在实务面来看 就是说两岸相关的事务推动 因为现在陆委会跟国台办 有接触脱掉白手套之后 很多事务系协商 大家都觉得说 可以面对面来做一些沟通 那么从去年以来 那么由于刚开始的时候 两岸关系是和缓的 所以也谈到 包括两岸两会互设办事机构 或者是陆克中转 似乎都有些眉目 那如果这些要有进展的话 如果说就台湾的方面来看的话 有没有一些我方的因素 是可能还是会有些变数的 是因为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说 大陆对于这个福茂协议 在2013年6月就已经 两会就已经签署了 可是到目前为止 都还通不够 他们颇有为止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 既然我们都是授权的单位来谈判 那为什么回去台湾会返回 那说到底台湾内部出了什么问题 就是说你竟然会想要修改 因为任何国家对于国际条约 如果他在审查的时候 你给他修改一个字 甚至一个标点符号 你就等于就是说 推翻掉 必须就是要拉倒再重来 然后在318学运之后 因为立法院法王金平就有承诺 就是说一定要两岸监督条例 先通过立法 他才要去审查服务贸易协议 那当然目前刚才主持人提到 那些谈判都还是在进行 可是大陆内部的反弹声量 是非常的大 他们会觉得说 那我这一次跟你谈 那你回去你又说你不要 那我怎么办 那我是不是被打脸 然后加上说 刚才提到的那些政策 其实是争议性很高 比如说像陆克中转 陆克中转呢 那大陆那边是说 你要我开放可以 可是台湾你要给大陆什么 那所以大陆就希望说 台湾可以开放其他的航线 比如说海峡中线的航线 那可是台湾这边一直 以这个国安的理由 就是坚持不开放 所以未来这个到底 可以开放到什么程度 然后再来就是说 有关陆克中转的这个议题 它必须有一些实质的讨论 就是说为什么大陆人 喜欢去韩国中转 然后再去欧美 再去美国 那是因为他们拿那个大陆的护照 可以到韩国 他们可以免签证 直接入境72小时 或者说短暂入境 然后去买东西 可是台湾你绝对不可能开放这个东西 绝对不可能开放 就是说让陆克 比如说他是要到美国去的 他可以凭这个美国签证 或者说直接来台湾玩个汽车小时路径 就绝对不可能开放 那不可能开放 那诱因就是说 就算是开放了 到底会有多少路客来台湾 我觉得这个是必须台湾各界要思考 就是说你有什么诱因 要人家来你这边来中转 所以虽然是台湾方面相当期待 不过就诚如主任所提到的 可能我们还要思考 我们到底能够提供多少诱因 而不是中国大陆 他们可能认为是所谓的让利了 我想这是在事务性的协商方面 未来在这一年 或许我们也可以期待 但是是不是能够实现 恐怕还是得要继续观察 当然你刚刚有提到说 在立法院有关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好像也卡住蛮多事情的 如果这个不通过的话 今年立法院的运作 不晓得会不会比去年会好一些 因为就按照两岸监督条例 就是未来服务贸易协议之后的 所有两岸签署的协议 都必须要经过这个 两岸监督条例来审查 其实大陆的态度很清楚 他们觉得说我们都无所谓 就是你台湾要怎么样去审无所谓 可是你派出来 你跟我谈判的时候 你必须要真正的可以掌握 就是说你必须要有充分的权利 你不要说回到台湾之后 你又说要推翻 又说要怎么样 这个对于大陆内部 它其实很难去做一些谈判 然后加上说台湾快选举 每到选举的时候 大家都会往双方的基本盘去走 所以我会觉得说 大概对两岸 大概在2016年以前的进展 大概很难会有什么 突破性的大进展 这可以再回溯说 在去年年底 九合一选后的整个形势 可能也会让这个 能够通过更不乐观吗 对因为当然地方选举跟中央选举 不能相提比较 可是毕竟就是民进党 在这次选举里面大赢 然后年轻的力量 跟网络的力量的兴起 那我们知道说 其实你问大部分的年轻人 无论他的背景是什么 大概很难他们都会 就是说去认同 所谓的九合共识 大概一般人 大家都觉得说 我们两岸我们就是一边一过 那这种新兴的力量 兴起之后 对于未来两岸的协议的谈判 会构成很大的挑战 就是说今天就算是 你货帽又签了 那又怎么样 问题是你过不了 你现在全部都要 经过两岸监督条例审查 或者说两岸监督条例 都还没有审查通过 那你货帽签了 你也没有用 你什么两岸护设 代表处签了也没有用 然后更谎论说 护设代表处 它的高度的政治心 所以我觉得这个未来 大概路都很难走 不过现在是不是会有一些转机 就是国民党在这次九合一选举 败选之后 其实国民党主席 也应该会换人做 就是可能就是新北市长 朱立伦来领军 那么对于国民党 他有一些改革 这个部分会对立法院的 目前的生态 因为目前立法院 南军还是占多席次 会不会有机会呢 我是觉得也是蛮困难的 因为之前在国民党 在立法院多数都过不了 就表示说其实国民党里面 有很多人对福茂 他们也都是有疑虑的 尤其是那种比较 地方草根性选出来 然后加上说 大陆的两岸政策 对台政策 他不可能让 就是他九二共识很清楚 因为大陆如果让了 所谓的一中原则的话 那等于是他自己推翻掉 他1979年以来 所有的对台的政策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说大陆他对于这个 就是说一中 这个东西就是他的底型 那至于说台湾你说 一中各表 那是你台湾的事情 可是大陆 他从来不会去讲这个事情 可是他就说 反正就是九二共识 那他不可能再让 所以那在这种情况底下 然后加上说 台湾又要开始要大选 那当然民进党 肯定必须要提出一个 就是说让大家可以放心 比如说让大家可以当总统 就是说那你要怎么样 去解决两岸的问题 你不承认九二共识 那请你提出一个 可以取代九二共识 大陆又可以同意的一个东西出来 那这个压力当然 也会落在民进党的身上 所以我觉得未来就是说 光这个辩论跟争吵 可能就会耗费台湾内部 非常大的时间了 对更何况现在国民党 也抛出要修宪的 这样的主张 也不晓得对这个议题会讨论多久 不过在去年的时候 大家对于两岸领导人的互访 有高度期待 现在这个机会是更渺茫的吗 现在应该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个其实酝酿非常非常久 而且北京他们最早也没有说 排斥说不能在去年十月的 AFFIC来接吗 然后其实原本双方一直在酝酿 然后原本比如说像 我一起去年二月到南京 然后张志军四月回访台湾 然后五月的时候召开 这个两岸经贸论坛 就是所谓的俗称国共论坛 然后一天在金门开 一天在厦门开 然后在金门开的时候 大陆的对台二把手政协主席 于政森到金门来 然后马英九以党主席身份去解解他 这个是本来应该双方的最顶级的单位 都已经有这个默契了 可是后来就是太阳化学院之后 把这整个步骤都打乱 然后加上说大概目前我相信 这个马总统大概也 他也大概自己也没有什么意愿 要再去跟金一平在见 因为现在也就那个气氛 跟时机都已经过了 是不是领导人 如果换个是主席的身份 就是国民党还有共产党的主席的会面 有没有可能现在媒体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期待 如果是国共论坛 那当然是很有可能 今年大概肯定会办 那你说这个朱立伦以党主席 就是说去见这个习近平 这个倒可能性当然是有了 对 这也可能会开了新举会一个期待 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两安 据我们在节目现场邀请到的是中国时报大陆新闻中心主任连俊伟 来帮我们简战2015年两岸的重要的焦点 好那么刚才我们提到就是从台湾这边的角度 我们来看可能会有的一些事件 可能会有的一些发展 接下来我们要看中国大陆如果这即将来的三月份的话 就是重头戏就是政协人大两会 那么习近平上任也已经两年了 大家一直都关注他两个焦点 因为就是大陆的经济发展 就是现在进入所谓的新常态 另外一个面向是持续严打贪官 我们先从这个严打贪官这个面向来谈好了 在前不久就是大陆的同战部部长令计划也被调查了 那么大家都在做一个整理 就是从薄熙来 周永康 徐才厚到令计划 似乎所谓的新四人帮都落马了 这代表什么意味 这会划上一个据点吗 或者说还会有接下来的动作 其实就是从这个令计划落马之后 让之前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 那三个大关的落马 就是整个逻辑都清晰也可以都串联起 那让去年一年这个大陆反腐是高潮迭起 包括军委前副主席徐才厚 还有周永康 那是退休的政治局常委 这个是第一个正式被法办的退休的政治局常委 那令计划的关虽然没那么大 可是因为他曾经当过胡锦涛的中央办公厅的主任 也就是台湾叫那种大内的总官 跟胡锦涛走得非常的近 那他会下台其实已经传了非常的久 那一直有传闻 就是说他们四个人其实在串谋 那在串谋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令计划 其实他原本是在2012年的十八大的时候 他本来是要从中央委员晋级到政治局委员 那就是因为他当年他儿子出了一场车祸 然后他动用这个玉林军 就中央警卫局的人想要去围市 所以让他整个声望就下定 那他那一次就找上了当时的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希望掩盖他儿子车祸的这个事情 那两边就开始做一些结盟 那他们的目的就是希望可以在十九大的时候把习近平给拉下来 那这个形同就是他们本身组成一个政变的集团 所以你看到说习近平上台之后他的反腐 比如说他抓了这个这么多人上千人 可是他在所谓的正部级副部级官员就比较大的官员里面 全部查的官员全部都是跟这四个人有关的 可能是跟这可能是这四个人这新四人帮的党预 或者跟这新四人帮有共识的关系 或者跟他们是同盟 所以当他整个新四人帮都落空之后 那他抓了这么几十个高官全部都串联在 就是说他其实最后针对的全部都是这四个人 所以那可能就是会暂时会打住 或者是说其实这个力道还是会持续 可能听说还有下一个退休的政治局常委 所以他力道还是会持续 那其他从中也暴露出就是说 大陆在这个强人政治 比如说江泽民退休的时候 强人政治已逝的这个情况底下 他的政权更迭的时候其实还是很不稳 你看既然会有新四人帮想要去推翻 就是他整个政权要交接的时候 他还是很脆弱的 所以行一名上来之后 你看他就是把他自己强人化 就是他透过设置很多小组去跳过这个政府 或是说其他几个常委 他希望他自己就是一把抓住的事情 那其他的常委只是执行他的一个政策 就是他就是希望说 不要再让其他人可以来挑战他 所以权力更稳固 所以励志清明吗 可期待 励志清明当然是一定会有 只是说他这个反腐已经打这么 像几乎每天都有这个高官下来 就是说大家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已经乱了套 就是已经太多人下来 而且他这本身对于官僚体系跟文官制度的冲击非常大 因为其实大家不要觉得说大陆是独裁 其实他每个官员要做到什么职务 你要怎么做 他背后有一套中央组织部一套很严格的 这个官员争拔跟人才争拔的标准 就是比如说你要怎么样 你要去上过什么课 你要去中央党校 要受过殉众 你才能担任什么职务 可是邢易平一次拔掉这么多官员 他很多人是没有这些知识 或者没有这些经历的人 他直接就上了 那很多人是曾经是他自己的人 就全部上 那这些人到底有没有具备这些能力 他们又没有经过这些程序 其实对本身整个他们已经建立起来的文官体系 其实打击非常的大 然后再来就是说大陆的官员内部 虽然目前是敢怒不敢言 可是他们对于反腐很不满的力量 已经渐渐在持续 因为他这个反腐其实说穿了 他就是一个政治斗争 因为那四个人想要推翻他 所以他要去打击 可是其实比那四个人还贪的官员 高官其实也非常多 可是因为他们没有想要推翻习近平 所以他们就没事 所以这本来他的本质就是一个政治斗争 所以你看到有那个律师普志强 他只不过是提议说官员应该要公布财产 他现在人在哪里 他现在在监狱里 他只是因为主张这样子就要被抓去关了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 他到底是真的反腐还是假的反腐 其实是一看就看得清楚 因为真的反腐你必须要进入 像新加坡台湾 他必须像是一个 制度化 制度化的一个反腐 你必须有一些法律规定 公务员要公布财产怎么样 可是在大陆这些东西 目前甚至你连讨论都不行 讨论你就要被抓起来 所以基本上还是不拖人质 要走向制度化 可能还有一条漫长的路 好我们接下来就要谈经济这个部分的话 今年的经济成长率 中国大陆大概去年是7.5%左右 今年大家似乎都是向下修正的一个看法 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大陆也做出了蛮多不同的调整 所谓新常态就是一个经济成长率不会再有高速成长预估 告别的就是说他土地资源非常多 然后有人口的红利 用不完的廉价 这个时代已经过了 今年可能他的施政重点 就在经济方面的政策 我们可以观察到哪些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些做法 其实你可以看到他在去年就已经开始 他开始淘汰很多落后的产能 比如说一些煤矿 然后他开始让这些行业做整病 然后再来就是说他积极的去发展这个网络 就是所谓的内需的这个行业 就是消费 他希望把他们就是说这个引擎的动力不要再依赖 全部都是出口到欧美市场 希望是由大陆人民他自己来带动 如果说他的经济驱动是有内需的话 那就变成说你欧美即便发生金融危机 再来一次对大陆也影响不大 因为我们是靠整个内需 可是变成就是说你经济转型 你必须就会有痛 所以其实大陆的去年跟今年 那个台商其实都过得非常惨 尤其是像东南沿海的台商 其实倒闭的加速非常非常的大 那中国大陆未来可能还会持续 再强化这方面的一些投资 或者说策略不一样吗 对就是说他其实现在面临了两难 就是说他如果在很激进的去改革的话 他经济成长率他又会下降 可是未来也许是短空长度 可是问题就是说大陆每年 他一定要维持在7% 他才可以去吸纳那一些失业的人口 所以他又不能让经济成长率低于7% 所以他这个时候他一直在做一些妥协 比如说大陆人民最诟病的这个国营企业的改革 因为国营企业都是占据了垄断的行业 像听众如果去过大陆的银行都知道 台湾银行那个服务烂死 可是他们银行因为靠垄断 他前四大国营银行那个赚的钱都赚薄薄的 那个几千亿人民币这样在赚 因为他靠垄断嘛 可是这些也从来没有被开到啊 他就是怕说他再开下去 经济成长率他又要低了 所以变成说他一直在里面 大概在那边互相一直做调整 一直做调整 然后加上说反腐其实对他整个经济打击也非常大 就让整个购买一些奢侈品 但是也可以看出就是说原来他有这么多的经济 都是透过所谓的公款的吃喝消费 就是都是所谓的虚胖所创造出来的 所以他会持续改革 可是到底是能不能真的改 然后这改革的路一定会非常的痛 他可以贯彻下去 因为之前虎问就是改革改改改到一半 那他们将他们自己的魄力可能也不是那么够 那加上说大环境的反扑跟既得利益团体的反扑 让他们觉得说很难再持续下去 可是目前习近平看来是魄力是非常的大 可是大家也发现说好像他话讲的很多 好像有没有做那么多事情 大家也都是问号了 还在观察就对了 所以这样听起来中国大陆的经济 其实有很大的变化 刚刚有提到台商 那应该怎么办呢 其实台商大概可以走了 大部分都走光了 其实问题绝对比大家表面上看的很严重 台商的问题其实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往东南亚可能是 往东南亚其实已经一直在去 就是说目前在大陆 大概如果你不是有高附加价值的话 你要大概在大陆持续生活下去 其实很难 因为大陆目前的劳动的成本 跟土地取得成本其实都非常非常的高了 是 不过中国大陆在去年这整年 大家也好像特别报道 focus在他所谓对外的投资的部分 更开放 比如说一带一路 或是说跟其他国家的一些合作计划 我们台商有可能能够利用这样的机会 去争取另外一个商机 这个应该是有机会 但是问题就是说 这个必须要透过政府跟政府间的谈判 那所以台湾这边一直要求就是说 可以就这个两岸区域经济的合作 跟大陆展开一些合作跟谈判 那大陆那边就是对于这个一直拖一直拖 那当然在去年10月的AFEG 在王章会见的时候 那张志军是有答应 就是说可以尽快启动这个 可行性的研究的小组 可是这个还是久拖不久 因为他们就是很怕 就是两岸变成一个国与国的关系 所以大陆对于一直就是说 给台湾这个所谓区域合作的这个东西 他们就一直很害 尤其是台湾跟其他国家 他们都很怕 比如说像香港 那大陆直接就帮香港加入 他们所谓的东协的自贸系 可是当你台湾说 那你要帮忙 那他们就说这个要透过 就两岸自行去协商这样子 好 那么总的来讲 在中国大陆还有台湾 好像各自面对不同的挑战 在台湾方面 特别是政治或选举的因素 在今年可能会严重的来影响 很多两岸关系的发展 中国大陆也有自己的问题要解决 其实他们问题也非常非常的大 他们未来像包括他外交上跟日本 跟东南亚这些国家 所以他一直希望就是说 刚才主任他推动这些战略 他让背后就是要去消除 美国在亚洲的影响 可是问题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目前世界各国 对中国的态度 其实很简单就是说 我非常想赚你的钱 可是在政治上 我觉得很讨厌你 其实一样 比如说菲律宾 越南 日本 其实都一样 就是说 之前跟大陆发生了那么多的摩擦 他们就是觉得说 我们很喜欢赚大陆的钱 可是跟你急忙合作OK 可是你说政治上面要合作 那其实没有人想要跟大陆 政治上有合作 所以你看大陆也只能跟俄罗斯 有一些比较很紧密的合作 可是你说其他国家 大家其实对他就是说 都是所谓的零肉分离 就是说赚钱非常愿意 可是你要有任何深层次的交流 其实他们对于大陆的政权 他们都还是很讨厌的 所以看来中国大陆要解决的难题 也非常的多 很棘手 我们希望两岸还是在和平发展的 一个面向能够持续走下去 那么不要有太多的动荡 好2015年两岸有哪些 值得我们关注 那么在今天我们大致上 做了一些前瞻性的预测 它可能的发展 当然了 后续在节目当中 我们也会一一为听众朋友们 做进一步的探讨 今天非常感谢 中国时报大陆新闻中心 主任联系 为我们做非常详细的解析 非常谢谢您 谢谢 谢谢